正常情况下,这个AutoCAD 2015版 它已经把档案分类页迁都打开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启动一个新的档案的话 找一个档案 我现在在启动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这个页迁,这个档案页迁就在这边 能够让我很快的切换我要显示的档案 再加一个好了 再加一个 这些的档案,现在已经有打开三个 第一个是空白的 它这边的新页迁,这边我是空白的 它的档名是显示在页迁上面 如果我们今天不喜欢这种页迁显示模式的话 早期的版本它都没有这个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检视模式打开 打开这个检视页迁之后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一个叫做档案页迁 把档案页迁再关掉 点一下就关掉,点一下再打开这样 点一下关掉 这样都看不到那个页迁的 其实应该是看得到页迁比较方便 这是在做档案管理的时候 当我同时打开好几个档案 在做档案管理的时候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 我是建议还是打开的 新的版本是有这些档案页迁在里头的 真的不喜欢的话就把它关掉好了 好,以上请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